被看到現場球兵非常嗨 因為做一場中荷蘭隊的比賽 中華隊的火力一樣非常的旺盛 你沒看錯中華隊再次展現凶猛攻擊火力 以9比5擊敗荷蘭隊 投手吳哲源上場中繼4.1局50分 壓制大聯盟打線 而內野手張玉成不但再度開轟 還是一支滿灌彈 真的很感謝我自己能夠幫助球隊 打分數回來 當然最重要的是我們球隊英雄 第一次打國際賽 然後我想要盡我的能力 去表現給國人看 台灣擊敗荷蘭戰時名列分組第一 大聯盟記者也讚嘆 中華隊上演A組最大冷門 這次的挑選是希望 重新組織中華隊新的樣貌 前日只球星武神藍亮泰來台擔任球評也對台灣表現讚不絕口 然而中華隊過了荷蘭這一關想晉級絕對不能輸給古巴隊 中華隊總教練林月平透露打線不會變動將推出左投手陳世鵬應戰 明天我們所剩的投手還有前場有出賽的投手 在今天休息後明天會請曹而出 中華隊努力爭取勝利希望能睽違十年再次進到八強赴賽 華語新聞林委屈李定強台中採訪報導 請訂閱按讚分享華語新聞YouTube頻道並開啟小鈴鐺 及時掌握全球時事與最新趨勢 雙方 hammers6管莊 一種掌握全球味露打蜂 一種掌握1個 柏